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《不再沉默》,故事刚开始,女主小花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派对后,成为了同学们的公敌,每个人都讨厌她,而和她关系最好的朋友阿秋也开始对她冷淡,不过原先活不开朗的小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? 这一切的一切都得从那次学校派对讲起。 小花有一个男同学叫狗胜,狗胜因为养光帅气引顶了小花的芳心,可小花不知道的是狗胜,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渣男。 在那场派对上,狗胜不顾小花的感受和反对强行对小花做出了不雅行为,过后惊慌的小花报了警。 因为警察的到来,派对也被迫停止,而同学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小花在恶作剧。 小花对发生过的事情也是难以启齿,所以就造成现在的画面,小花不断要面对同学们的作弄,还要面对老师的折磨。 那个老师是个教社会学的,她是个极端主义者,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,经常在课堂上让她难堪。 在学校日子那是非常的难熬啊。 再回到家里,母亲也已经工作的原因无暇顾及她,爸爸也是个二混子整天不着家,所以被心情的小花找不到轻松的对象,变得越来越自卑。 不过这天,小花的美术老师在她的作品当中看出了小花的挣扎,老师告诉小花,只有表达出来人们才能理解你。 此时小花的好朋友阿秋和渣男又好上了,眼看好朋友又要惨遭渣男毒手,终于小花勇敢地向好朋友阿秋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 于是阿秋找到了渣男核实了真相,渣男也不是吃素的,得知小花把这件事情传了出去,并偷偷地跟着小花来到了学校一间仓库。 就在她逼迫小花的时候,小花打破玻璃划伤了渣男,在这个时候同学们也快速赶了过来,终于真相大白。 定字后小花坐在妈妈的车上,她从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。 到这里小花终于赶走了心里的阴霾,影片不再沉默,让小编想起来近年频繁发生的性侵事件,希望在这里呼吁更多人来保护未成年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结束了,小伙伴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?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 再见。